我们已经到达了鱼塘边 就是这口鱼塘了 面积不是很大 有一亩多 这口鱼塘的鱼很切羊 都浮飘了 所以鱼塘主非常着急的 让我们把大鱼捞掉 水面上那些就是鱼 旁边有一口大鱼塘 像这么切羊的鱼 要思考下从哪边下往 要给鱼塘主的损失降到最小 今年实在是太干旱了 水又没有 像现在这么切羊的鱼 我们不能马上下网 要等太阳出来了 因为一怕见光 一见光的话它会游下去 现在我们只能等了 现在准备下网了 我们不能打前堂 只能用往南起个角落来 鱼基本上跑到有活水那边去了 也没什么 一边就能转称 因为就能放下来 不是 五四 你们都能放下来 没有 没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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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大魚抓起來 這草魚很漂亮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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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剛好有些活水來 我們就在這邊抓魚 我們扛出來了一桶魚 187斤 速度非常快 捕捞上來的魚要馬上增揚一下 這樣他就生龍活虎了 這些草魚非常漂亮啊 嗯 嗯 現在捕捞掉了一些魚 情況就有很大的好轉了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了 魚的密度減少了 這樣魚就更不會切羊 像打這些浮瓢的魚呢 要非常有經驗 不然的話 造成的損失是很大的 可能一往下去 然後你的魚死亡會一大半 現在魚湯又恢復了風平浪靜了 我們所出現大量的切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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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